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看来 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胡锦涛糟蹋得不像一样 腐败盛行 理想上司 道德沦散 纪律换上 国际形象负面 再这样胡闹下去 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了 但随着习近平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怀念胡锦涛和他与温家宝开创的时代 有人认为胡锦涛非但不平庸 相反极具政治智慧 他是继邓小平后懂中国人的另一位优秀领导人 有网友说胡闹执政的十年 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包容开放的十年 不折腾 经济高速发展 胡闹十年 中美关系 台海局势 以及香港一国两制都和谐发展 胡闹出身草根 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 取消农业税 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 实施全民医保 有人说怀念前任领导人 是中国人的一种政治心态 但胡锦涛的确有不寻常的地方 第一 客气泪冷 不漏锋芒 邓霞平当年隔代指定了两个储君 一个是胡锦涛 一个是王兆国 但胡锦涛最终胜出 王兆国黯然落雾 问题在于江泽民在位 邓小平连衰 胡锦涛如何能够最终登上总书记的宝座 这可真不容易 江泽民可不是善内 胡锦涛一出现 就成了他眼中钉 肉中刺 其心理与习近平看待深圳财相似 但深圳财落了马 不仅落了马 而且将牢底坐穿 胡锦涛却2002年如期接班 并且执政十年 在前五年 江泽民还留任军委主席 还是想找机会把胡锦涛给灭了 但最终没有得逞 第二 执政不折腾 胡锦涛接位时 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革 土地开发和权贵资本崛起 民怨沸腾 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明确起执政的核心就是不折腾 胡锦涛的执政思路是继续改革开放 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容忍腐败和不同政界不搞大的政治运动 胡锦涛出身草根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 其恩师是胡耀邦 他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折腾 让人民修养生息 我认为胡锦涛看懂了中国人的心理 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 可谓劫后余生 他们希望休养生息 希望安宁 他们不在意是否是共产党领导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 换了多少草带 但信百姓苦 亡百姓苦 他们也不在意马上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他们觉得一切要水到渠成 他们痛恨腐败 但也分享腐败的火力 那就是你吃肉 我喝汤 利益均沾 中国人从内心里厌恶折腾 混乱 他们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 文革中之所以人民疯狂的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末以来 中国人历经了太多的民主苦难 他们希望安宁和不折腾的生活 但结果却是被毛泽东折腾的天翻地覆 魂飞魄散 中国人拥护自由民主和法治人权 但也认为不要太急 事缓多元 我曾经与很多留学生进行过交流 他们反对激进 认为政治变革要慢慢来 认为美国发展到今天 也是历经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中国人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很多中国人移民美国 是因为美国有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 但谈到中国 他们又会说 美国上世纪中叶也有严重的污染 中国未来也会发展成美国这样 这需要时间 这种慢慢来的观点 固然有很大的问题 但的确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那就是希望安宁不折腾 两百年前 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 过去一切经验都说明 任何苦难 只要丧能忍受 人类还是情愿忍受 也不想为申冤而废出 他们久已习惯的政府形式 纵观中国历史 所有盛事 无论是文景之志 贞观之志 洪武之志 还是康钱盛事 其实归其文一句话 就是不折腾 孟子对梁慧王说 不为龙石 骨不可胜死也 树骨不如乌尺 鱼鳖不可胜死也 府今以时路三连 财目不可 神以用也 也就是说 不耽误龙根 骨子就吃不完 不烂补 鱼鳖就吃不完 不烂砍烂法 木材就用不完 第三中国经济崛起 胡锦涛执政的四年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四年 2002年时 大陆的GDP总量 只有1.47兆美元 大概是当时美国的13% 2012年时 大陆的GDP达到了8.56兆美元 已经是当时美国的53% 外贸方面 在2002年到2012年 这十年里 大陆的进口总额 从2952亿美元 增至2012年的 18178亿美元 出口总额 从3256亿美元 增至20489亿美元 外汇储备 则从2002年的 2864亿美元 大幅增至 2012年的 313116亿美元 2022年到2012年 大陆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都市化 都市化的比例 从39.09%成长到52.57% 城镇人口 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第四 中美台海和香港关系 和谐相处 胡锦涛主政期间 中美关系尽如最和谐的十年 北京同台湾的关系也大幅改善 双方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 两岸建立了直航通游以及旅游联系 胡锦涛时代 也是香港与大陆最有邻居力的时代 但习近平时代则完全不同了 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 香港一国两制 荡然无存 新冠病毒疫情下 北京又强推港版国安法 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有人曾评论到 若毁掉了香港 差不多就是毁掉中国的先兆 据港媒消息称 去年八月在北戴河会议上 中共高层曾因香港问题产生分歧 胡锦涛代表元朗罕见警告习近平 千万不要成为香港的狠角色 在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当时温家宝对习近平撂下了一句话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你看着办 第四资能善认 在接班人的选择上 胡锦涛显然比江泽民深邃 胡锦涛选择了李克强 而江泽民选择了习近平 就价值许向人言 李克强更倾向于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自由化 而习近平更倾向于 毛泽东的集权统治和计划经济 胡锦涛在执政期间 与温家宝配合默契 不仅容了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 也不过多的干预政府的工作 反观今天的习近平时代 习集中了李克强手中政府的权力 党政合一 由他一人杀发决断 习理矛盾已经公开化 李克强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 第五不贪恋权力 胡锦涛在十八大上全身而退 没有贪恋权力 下台时他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一样 在延长几年的军权 而是直接将军委主席的大权交给了习近平 当然胡锦涛也是中共权贵集团的代言人 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政治局限 对胡锦涛的评价也不应盲目拔高 在他执政期间已经出现了政治主亲的迹象 有中共党内改革派评论到 胡锦涛上学时是个好学生 听话 他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出身 在清华深情入党 还曾经没有通过 他的父亲在文革中遭受冲击 含冤而死 这个背景不可能左 但他的确很左 他的左不是出于内心 而是受周围环境的压力 他在高层观察了十年才接班 他知道上面的风向是什么 各种力量的合力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是共产党过继的儿子 不是亲生的 他只是个坐堂的女婿 所以只能听家里人的话 刘晓波彭明和王炳章等民主异议人士 均遭到了胡锦涛的政治迫害 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表示 当年08宪章问世 当局抓了刘晓波 和成为国家器官唐委书记的张祖化 周永康把抓捕名单拿到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看了 指着张祖化说 这个我认识 张祖化就被放了 刘晓波一直关押致死 在政治改革方面 胡锦涛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举措 我们既没有看到基层选举从乡村向上推进 也没有看到在法制 军队以及政府体制上有什么大胆的改革 相反腐败重生 九龙治水 贫富差距拉大 我们甚至可以说习近平今天的折腾 与胡锦涛的不折腾 也有某种内在的观念 中国很有意思 毛泽东时代折腾 邓下平不折腾 但矛盾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中国在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后 现在又开始再次折腾 这或许是历史的宿命 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国又开始继续书写折腾死 首先政治上前置言论 岂不讲不许谈宪政 不许谈司法独立 不许谈公民社会和权贵资本主义等 鼓吹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在经济上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加大国有经济的扶植力度 2015年发生股灾 滥印钞票 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印钞国 文化上崇尚历史虚无主义 修改历史教科书 淡化文革灾难和毛泽东的罪恶 限制使用西方教科书 司法上反对司法独立 制造709冤案 迫害文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展开严打运动 迫害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迫害新疆维吾尔人 和实施文化灭绝政策 强推港版国安法 摧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不顾台湾人民的意愿 冒天下之大部委 执意武统台湾 外交上抛弃 邓小平韬光养毁政策 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结果中美关系危在旦夕 军事上与周边国家矛盾激化 中印和南海冲突加剧 总之习近平的时代注定是一个折腾的时代 二十二 习近平现身吉林寺四平市 下午他参观了国共内战四平战役纪念馆 他说创业难 守业更难 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他先生说极权政治的生命只能靠折腾来虚送血液 这无关其政治品质和现实意识 极在于他生长结构和终极的目的 也就是说 肉食动物的内在生理结构是无法改变的 如果改变其饮食结构也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从极权政治的逻辑来看 他的全面扩张以及永不停息的折腾 不仅符合他的生成法则 还符合他的道义和理性 极性的革命及其运动方式 是他政治常态 但在今天的中国 习近平的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不仅中国人不答应 国际社会也不可能容忍 一个极权红色帝国的存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民众和美国盟友 联合起来 结束中共暴政 他说我们全球的自由国家 必须以更有创造性和自信的方式 引导中国共产党改变其行为 因为北京的行为 威胁到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繁荣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